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日 星期四 存了很久的中港通關 尤其是香港和深圳 全面通關 很大機會在下星期 2月6日 星期一實行 李家超說 有信心可以實現 全面通關 期望很快可以公佈好消息 包括取消核酸檢測要求 增加開放口岸數目 以及取消過關人數安排等等 全面通關在職 香港是不是已經 準備好迎接挑戰和機遇呢 跨境直通巴士業界表示 已經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增加運載力 多多都殺得起 旅遊業界也期望 可以恢復旅行團來往 港人不想吃虧玩樂 內地旅行來香港消費振興經濟 立法會議員更加建議 隔離設施和武漢肺炎疫苗接種計劃仍然以維持 以防武漢肺炎疫情隨時反撲地說 行政長官李家超 出席行政會議前 表示 香港和大陸自從1月8日起實施首階段免檢疫通關以來 各個口岸雲作良好 截止1月30日 北上旅客累積超過70萬人 南下就有超過60萬人 他形容香港已經全面進入復甦新旅程 引述多方面報導指出 餐飲業預期 本月生意額 會突破100億 發達了 零售業界亦是農曆新年期間活躍起來 好起來 市民展露笑容 大家都很開心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他講得很開心 究竟是不是2月6日開通關呢 行政長官不敢說 不過 大陸方面 已經宣佈了 這個不是官方的宣佈 不過我覺得 這個宣佈比官方更加有力 究竟是怎樣才有力呢 就是羅湖商業城的管理處 好了 我們詳細的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留言方面 大家多點互動 多點回覆 網友的留言 留言 多回覆 其實是好事來的 會增加推送率 而大家 訂閱之後 記得 按下鐘 按下鐘 每一個新節目都會通知給你的 這個很重要 好了 為甚麼羅湖商業城 管理處 權威呢 因為 他們要準備好做生意 最新 在2月1日 羅湖商業城 深圳市 金羅湖商業城 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金羅湖有個金字 通知 尊敬的商戶 接正式通知 羅湖口岸將於2月6日全面通關 出境旅客 從羅湖三號橋 聯檢樓出境香港 出境客 由聯檢樓地面入深圳 請大家利用這幾天的時間 盡快整理 配齊貨物 通關首日 大家必須開門營業 請大家務必支持配合 順重商安 就是深圳市 金羅湖商業城 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日 昨天又提升了一個紅印 好了 羅湖商業城 既然叫得大家上班 一定要開工 一定要備齊貨 迎接商機 大家會否覺得很熟悉 其實剛才聽李家超說的那句話 跟香港通關之前那些藍絲說的一模一樣 大陸現在一樣 其實大陸 比起香港 更加渴 羅湖商業城其實變了死城很久 不只是羅湖商業城 整個深圳市其實 都算是冷清的 為什麼 原因就是 每個都回鄉 很多人未必會再回來 因為沒有共害 尤其是長時間沒有香港人回到深圳消費 深圳很多行業 基近滅頂 這些酒樓 快餐店 即是那些港式茶餐廳 賣港貨的店舖就可能好一點 做到大陸 做香港客人那些 主要是香港人上去消費的 按摩 按骨 卡拉OK 這些餐廳 這些餐廳 還有 那些 美容 收甲 賣假東西那些 全部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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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做國以前 專門做香港人生意的那群人 基本上 很多是洩到破產 頂幾個月可能頂得到 一年已經 已經要喊救命了 兩年 掉了頸 三年 沒有了 人們走了 人們走了 真正的肉體上被消滅 經濟上被消滅 兩人一起消滅 或者跳樓 或者破產 在這麽大規模的破產潮 原來中共 當時公佈 統計局 說出來的 每日 有4萬家企業倒閉 這些企業是無法翻身 因為他們負債累累 沒有喪失了 賺錢能力 不僅是喪失了賺錢能力 他們基本上 是無法翻身 因為 因為 連谷種也沒有了 連翻身的成本 那個資本也沒有 你連本也沒有 你怎麼翻身呢 是不是 現在深圳 其實很多還未死 還在捱著的人 跟香港的藍絲 有著共同願望 快點啦 香港人呀 一夾一夾的銀子 下來深圳買東西 是北上的 北上的 北上的 北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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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來深圳 除貨 消費 突然刷詛 一人 從早到晚好不好 一個人 10小時也不行 對嗎 很多店鋪關了就關掉了 期間無法翻新 有些間無法翻新 單位都消失了 有些就失去了资本 這三年的風控 不僅是貨租虧了 仁工虧了 資本上沒有 債主臨門 沒有錢還 欠銀行貸款 欠卡數 供車 供樓 全部都要花錢 全部都是用谷種去頂 現在 大部分的人都輸了 他們期望 還有少數還沒有輸了 就期望香港人可以上來救他們 情況跟香港的藍絲 一模一樣呀 真的 大家都在 雙方的 心理其實也一樣 快點 一箱箱的香港人 被銀子拿著來過關 帶上來深圳數科 發達了 銀子反過來 帶著一箱箱的香港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沒有了 不會發生一件事 香港人如果回到大陸是做甚麼 賣樓 在大陸有民意就賣 但是他們會發覺賣不到 跟大陸人下來香港一樣 他們的大陸人 接下來就會組織來香港賣樓 但是情況跟香港人上去賣樓是一樣 沒有人買 沒有人看 有價 沒有市 甚至乎 連價也沒有 因為根本不知道是甚麼價 根本就沒有人買 出現到現在的情況 其實 很難做得到的 因為本身經濟那麼頻繁的兩地 長期有70萬香港人在深圳生活 現在 這群人 分隔了三年 很多人 改嫁 可能再取 可能分手 可能 訂購 或者離婚 一刀兩斷的也可能很多 甚至乎 天人永隔 因為疫情關係 接下來 會不會再好像以前那麼頻繁呢 我想需要很長時間 才會恢復 畢竟始終 隔著深圳一何之隔 但是現在最大問題 大家都元氣大傷 重傷之後 其實是要療傷 還是期望他們還會一車車銀子 一億錢 下來香港或者上去大陸 去掃貨 或者買東西消費 爆升 不切實際 不可能 大家都需要恢復 反而香港就有外郵 三十幾萬人 有些去了日本很多 有些去了 澳門 澳門反而好一點 因為澳門的基數小 經濟規模 跟深圳沒有得比 跟香港沒有得比 問題就是深圳經濟規模 不小 也很大 香港也很大 兩邊一起停下來 其實要很久才能撤得著 最重要就是本錢沒有了 其實很難翻身 現在 今輪這班人沒有得翻身 是要下一輪洗牌 如果中國還沒有倒台 下一次就有下一批人 冒起來 重新創業 重新做生意 重新累積財富 前一批人 其實玩完了 死了 這個對整個經濟造成了甚麼打擊 當然很大 其實經濟已經崩潰了 因為 當大量的人輸身家的時候 經濟沒有可能恢復 香港 香港 期望通關 朝通關之後 有一圈圈大陸人倉書來香港 pour minus 9 公司出現在香港買口leigh火 搜尋貨 結果沒有出現 香港人也是會做回香港人生意 香港人也是會做回香港人生意 原因 沒有錢 香港人有沒有錢呢 還有些少 但是你看見他 連在香港也減少想想 即是去澳門賭一下 賭一下 賭贏 要不就去日本 或是去其他地方 總之就不想在香港 所以這個新年 市面上的好處 氣氛好一點 但是 也不是好很多 總之生意 很難做 這個情況 其實一通關 大家就會看到 真正的情況 浮現出來 完全是不似預期 他們心想在香港上拋 seekers救不了 不會有耐性給你慢慢恢復 因為現在恢復的時間 可能比日本更長 迷失30年 很難恢復的 經濟 到最頂爆破了之後 加上現在中國的泡沫 比起日本當年的泡沫更大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下個禮拜我們會密切注意最新的情況 內地的網友就向大家報告一下最新情況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